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4年那个时候是联颂跟节奏的大战 那个时候只是自己讨论 比如说民调看可能觉得联颂会有什么样的法律 那个时候有很多争议 比如说国台办的赋评论邀宴还伤 比如说联颂的后援会在上海成立 那时候蓝绿打 那当然批评联颂就说 这个国台办接触 那个时候当然记者也去读了国台办 国台办的发言人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叫张明吉 他怎么说 我把他当时的话讲给大家 他说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介入台湾的选举 我们不关心谁当选 我们就关心以后当选之后谁出席统议 他说说我们民主啊 暗住啊鼓励啊 这种说法是如中生有 就是2004年 那个时候是歌喉歌道传 非常紧绷的时候 5月16号距离11月24号大选 还有六个多年 公开的说你们要支持 祖国和韵国的政治理念 这个是 这个对比是蛮清楚的 一定会从头到尾 就是一篇正式动员的 禁忌锁定新台湾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